大家好,我是沐蔚,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孩子宅在房间打了五年游戏,从不出门,父母一开门就被吓惨了的故事 阿尼和丈夫分开了他以卖光蝶为生,一个人照顾儿子小顿 但小顿是个不省心的孩子,总是沉迷于游戏 稍微教训他几句,小顿就会用自虐来要挟他 他活得很累,内心也毫无依靠,所以投身于一个教会 他在那里学会了用强大的信念实现自己的目的 譬如如果坚信自己握着的纸是锋利的刀,砍像的笔是最柔软的东西 那他就能成功地用纸把铅笔切断 唐恩是个惊悚节目的制作人,他经常光顾阿尼的生意 去他家做客的时候,发现他家中有许多动物模型 恍惚间似乎还会动起来,把他吓了一跳 在和他聊天的过程中,他知道阿尼的儿子一直在房间里待着 五年来没踏出过房门一步,也从来不跟母亲说话 只通过传递纸张的方式交流 阿尼也不逼他,每天给他送去一日三餐,其他什么都不过问 正苦于没有题材可以引起爆点的唐恩,一听就来了兴趣 于是他以帮小顿走出房间,让他们母子相见为由 说服阿尼让他儿子上电视节目,这样也能挣到高额的嘉宾费 阿尼心动了,就在他们跟小顿征求意见的时候 却收到了小顿的一根断纸,以示强烈反对 眼见主熟的鸭子就要飞了,唐恩赶忙拍门非要见他 阿尼急得上去阻挠,几番拉扯下,阿尼滚下了楼梯 唐恩正要下去扶,房门忽然开了 不知他见到了什么,吓得往后倒去 唐恩想逃出去,却被一双手拉回来,乱刀砍死了 第二天阿尼醒来后,发现家里平静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又去了教会,教会讲师跟他们讲了一个渴望怀孕的变性人 通过强大的信念,于是就真的怀孕生子的例子 这让阿尼对信念的力量愈发深信不疑 小盼是个有严重过敏症的女孩 她一步房门都不能出,只能成天待在家里 了解到这个情况的阿尼想对他们母女俩宣传教会的信仰 说这样可以帮助他们 小盼母亲表面客气,心里却当她是个骗子 小盼无意间看到了妈妈被解雇的通知单 一直以来就对妈妈心怀愧疚的她 为了不拖累妈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她留意到了一只被塑料袋套住了头的猫咪 因为担心她会窒息而死,她一路追了上去 于是就跟着猫走进了阿尼家中 不久后阿尼就惊慌失措地跑回了家 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丈夫 在她记忆里,自己因为发现了丈夫出轨 一气之下用枪杀死了她 她现在化作冤魂跑回来纠缠自己 丈夫却要她清醒,说自己根本没有被她杀死 当年她为了从她手中夺枪 两人在拉扯的过程中,把房间里的儿子误杀了 阿尼因为不肯接受这点 一直幻想着儿子还活在这个世上 为了让她接受这个事时 丈夫打开了儿子的房间 却看到了已经变成了干尸的儿子 正坐在电脑前玩游戏 在阿尼眼中,丧尸儿子还是那个活生生的样子 在她强大的信念下活得好好的 阿尼满意地看着这一切 用纸片划成的刀把丈夫的喉咙割开了 躲起来的小盼目睹了这一切 她被干尸小顿发现了 于是爬上天花板棚顶一路逃 可小顿根本不给她逃生的机会 过程中掉下来的碎块扎到了阿尼 随着她意识的流逝 干尸小顿也烟消云散了 阿尼最终还是被抢救了回来 但彻底失去了小顿的她 成了精神失常的病人 之前对那所教会嗤之以鼻的小盼妈妈 此刻却做着和阿尼一样的事情 她把纸条递进女儿房间跟她交流 虽然不跟女儿相见 但也心满意足 看来小盼已经不在人世了 执念或许是种不健康的信仰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超脱其中 尤其是母亲对孩子的爱 这世上恐怕没有一种感情 能敌得过母爱的坚韧与执着 本篇来自恐怖片《胸肩一影》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穆薇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穆薇 咱们下期再见